师父,徒儿这回带芸汐上山,是专程来给您敬茶的。大婚之时,师父闭关,如今特来将这杯茶补上。请师父喝茶。 善儿,建宗老人一言不发仍是不看韩芸汐,而是冷冷地看着龙飞夜。 在云空大陆的婚俗里,敬茶是很重要的礼节,表示长辈对新人的接纳。唯有正妻、正妃,才有资格同长辈奉茶。 龙飞夜带韩芸汐来见建宗老人,既是带韩芸汐来见家长,更是要见宗老人承认韩芸汐的地位。 说得直板一些,就是要告诉建宗老人别再把端梅耀塞给她了。 韩芸汐的嘴角泛起一抹冷笑,别说正妃,就是侧妃,就是侍女,方梅耀都休想。 秦王正妃,韩芸汐,请师父喝茶。 建宗老人无动于衷,仍是和龙飞夜对视,师徒两人对峙的目光中,到底藏了多少争执,唯有他们彼此知道。 师父,请喝茶。 建宗老人还是没理睬。 师父,请喝茶。 韩芸汐第三次求,建宗老人仍是不理睬。 龙飞夜的目光冷了,建宗老人缓缓眯起了双眸,散发出危险的气息。 奇料,韩芸汐忽然站起来,将茶杯放在建宗老人身旁的矮桌上,欠了欠身,便走回龙飞夜的身旁去。 师父,这杯茶您不喝,徒儿放心不下。 建宗老人握紧茶杯,差一点点就把茶杯握碎了,但是,他终究还是上了一步。 他一口喝掉茶,冷冷道。 连拳脚功夫都不会,且随弟子们叫师尊吧。 是,师尊。 茶,算是静了。 幽婆婆在前面带路,龙飞夜要正式闭关了。 我为不轻易,虽然是打敗了。 这道路,龙飞夜要正式闭关了。 我为你,虽然是确实在以为,买北斗人? 感谢观看